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三宝大库 今天要來跟大家說說 住詞O的用法 聽說很多學日文的同學 對於這個住詞O的用法感到困惑 對我來說,日文住詞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接著計 它是把單字跟單字 接在一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 所以O呢 我將它分成兩個最主要的用途 它一個是動作行為的接著計 那另外一個呢 它是空間行為的一個接著計 第一個動作行為的接著計 我們又稱之為動作行為的對象 典型的句型為物品O什麼什麼MAS 部品O什麼什麼MAS 那什麼叫這個動作行為的對象呢 專有名詞實在看不懂 剛開始三寶八學的時候也看不懂 改用英文說明的話 又是如何呢 這個O就是英文的受職用法 什麼 英文沒學好 好吧 用中文來說明的話 這是做某件事的某件事的部分 我們舉例來說 道理安を食べます 吃流年 會覺得O它順序是相反的 從這個句子我們可以理解 中文的吃流年是動詞受詞 那換成日文不單止是這個與序相反 還要加上這個注詞O將兩個單字 就是連在一起才能變成這個句子 那第二個就是空間行為的接著計 那第一個我們現在說離開 那典型句子為這個 VASHO O什麼什麼 離開性子MAS 它要有離開的一個主詞在 那如果說注詞Ni 用來表示這個 進入某空間的話 它的相反詞就是O 那O可以用來表示這個 離開某空間 這個用法相當於這個 英文的OUT OF的一個概念 由於這裡的O用來表示這個 離開 所以後面接續的動詞 必須具有這個離開性子的意思 例如 寝ます 折ります 出發します 等等等等 具有力 電車を折ります 它的動作就是從電車裡出來 這裡 這裡 也要請大家注意一下 助詞必須搭配相對應的動詞 才能成為這個正確的一個句子 例如電車に折ります 電車に折ります的話 它是使用進入住詞的に 卻使用離開動詞的折ります 那你到底是要進電車呢 還是要下電車呢 這就很莫名其妙 第二個表示方法 它是場所離的一個移動 而典型巨型就是 霸雄 場所O 加移動性子動詞 場所離的移動呢 大家還是聽不太懂 沒關係 我們再把它換句話說 這指的是 在某個空間 場所離 在移動的意思 藉用這個英文來說明的話呢 它就是around around 的概念 不過請注意喔 我們都講 對的女人要遇上 對的男人才會幸福 如果對的女人碰上錯誤的男人呢 可會每日一類洗面 由於這裡的O用來表示移動 所以後面接續的一個動詞 必須是用移動性子的一個動詞 例如散步します 歩きます 走ります 旅行します 等等的句型才能這個成立 公園を散步します 公園を散步します 在公園裡散步 它的意思是 在公園裡到處走動的意思 那我們再強調一次 此時的O是移動的意思 因此需搭配這個移動性的一個動詞 形成在某空間 場所移動的意思 那如果搭配非移動性註詞的話呢 句子會變得更加奇怪 在公園裡散步します 這個例呢 用來表示 在 它正在某個地方 場所所做某件事 帶有定點的一個意思 公園で散步します 但後面 卻接著移動性的 散步します 這會有一個 站在原地 走來走去的一個感覺 這是不符合散步 這個動作的喔 那第三個 穿越典型句型 它的表示方法就是 常說O 加上穿越性質動詞 O的最後一個用法是這個 穿越跟經過的一個意思 那此用法相當於英文的這個 A course 的一個概念 O表示這個穿越時 後面 它就必須要搭配具有這個 穿越性質的一個動詞 例如 渡ります 通ります 通過します 等等 啊 我的舉個例就是 橋を渡ります 哈修渡ります 它的意思是 從橋的另一端走到另一端這樣子 那以上是 注詞O的一個用法 它就只有這兩個用法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讚並分享 然後開啟你的小鈴鐺 最重要不要錯過 我是看爸爸每個影片 掰 來吧 來吧 谢谢大家